哈囉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8月18號文章 宮崎造門 宮崎造門就是藉由創造性模仿 超越領導者 在這裡 創新者並不創造重大的新產品或新服務 反之 他們改進別人新創的現成事物 這是模仿 但卻是創造性模仿 因為創新者修改後的新產品或新服務 更能滿足顧客的期望或需求 一旦創新者成功地創造出顧客想要的東西 就能獲得領導地位並控制市場 這方面絕佳的例子 就是1970年代 IBM如何成為數一數二的個人電腦廠商的故事 蘋果電腦發明了個人電腦 當這項產品出現時 旋即造成了轟動 而IBM則致力於超越蘋果 他問到蘋果有什麼樣的弱點 18個月之後 IBM便推出能滿足顧客一切需要與期望的個人電腦 而且附加一向蘋果所欠缺的東西 軟體 接下來的一年裡 IBM個人電腦變成全球市場領導品牌 這個地位維持了十多年 接著 蘋果電腦在市場中變得無足輕重 幾乎是每下欲礦 二十多年後 也就是1990年代末 蘋果電腦才閒於翻身 蛻變為令人敬重的利基業者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尋找對手成功的創新 並加以改進而超越對方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Q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沖沖阿鈞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